今天上午嘉義發生兩起意外事件 民雄一名老農夫到果園災隆眼的時候 卻不小心跌落一旁的大排水溝 經過三個小時的搶救 終於是救回了一命 這個另外呢 在中浦鄉有一位獨居的老翁 疑似在煮東西的時候 不慎引發火災 警銷破門搶救 索性沒有大礙 上午八點多 嘉義中浦鄉發生民財火警 消防隊抵達火災現場 農煙不停從二樓竄出 但一樓大門深鎖 消防人員乍梯攀上二樓 冒險進入火場 據鄰居指出 裡頭住了一名七十八歲 獨居老翁 消防隊員趕緊找人 當時是有據稱 現場有一名老翁受困 那我們立即又搜索人員 做築城的搜索 最後是在一樓的廚房的位置 發現一名老翁倒臥在地上 立即由我們抢救人員 將老翁抢救出來 索性承信老翁 僅輕微嗆傷意識清楚 送一集救後已無大礙 經銷初步懷疑是老翁 主持不慎引發火事 真正原因仍帶火場見識 另一個禁閒場面 同樣也在嘉義 民雄鄉八十五歲 許姓老農夫 清晨六點多 獨自造果園斋龍眼 不小心失足跌落旁邊 四公尺深的大排水溝 大腿骨折無法動彈 又沒帶手機 只好用盡力氣拼命喊叫 剛好鄰居經過看到他在喊救命 他剛就報一一九 我們馬上出動九一車跟九一車 到達現場利用雙截梯以及掉臂 將他救其 鄰居聽到叫聲 趕緊報警救人 由於當時太陽越來越大 老翁差點中暑昏迷 即使被救上來 撿回一命 記者在綜合報導